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了 怎么样 有消息吗 有啊 来 收拾 跟踪了前顾人两天 两天我们三个人一共吃了二十个红薯 这 这叫什么线索呀 这 这叫什么线索呀 不 我没说完呢 你说 前顾人呢去了一次西三厅 看了一场电影 剩下的就全在在家里了 就没了 组长 你让我回杂货铺吧 明天就是我跟前顾人 约好拿经费的日子 如果我不去的话 这条线索就真的断了 我们这几天也并不是毫无收获 你别再自我安慰了 从前顾人现身到现在 事情不但一点进展都没有 还越弄越复杂了 要再这么拖下去了 敌人真有什么计划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你想想后果是什么 你想想后果是什么 做什么 的 多强 你怎么回事 袁总教 怎么样 钱工人家里有两个男人 是他手底下给他办事的 都是当地小关闻 期益多长时间了 从早上起来八点 到现在一直没出来 我一开始也觉得杂货铺 没有问题 可是那天 听姓杜的那么一说 我这心里又有点发毛 他怀疑那两个女人 跟公安有联系 不可能啊 姓夏的 不是还和你讨价还价呢吗 这要是公安的人 没道理这么在乎钱呀 我最怀疑的就是她 蔡正兴从来就没有提过 那个杂货铺还有个姓夏的 难道说 她是公安刚派来的卧底 我也是下财呀 听姓朱的那秘书 我这心里都七掌八下的 谦哥 要不我们哥俩陪你去趟杂货铺 也行 为了美金 值得冒这个鞋 要是出了问题 大不了 这个地方啊 与死网破 想多少 快啊 快咋 快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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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国人来了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还带着两个人 钱国人是奔钱来的 带着两个帮手来 说明他不欣赏李文凯 注意 有情况马上接应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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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啊 这都几点了 都快打烊了 路上有点事情耽搁了 杜老板呢 病啊 什么病 心脏病 都好些年了 你要不相信 可以去医院看看他呀 那我有什么不相信的 你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还现在治安不太好 尤其是五百美金哪 那可不是个小数吗 还以防万一 五百 钱放在我这儿 我还不放心呢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等着 等等 你还不相信吗 本来都应该是我的 说好的五五开 五百美金 你说说 好吧 那如果祝组长问起这笔经费 怎么说呀 就说长期无人认领 退回台湾了 那如果他有什么行动 需要这笔经费 他一问保密局 就知道这钱没退过去 那都不是你操心的事 那倒也是 反正别把我牵扯进来就行了 我来 你把那阴盒也给我吧 我说这保密局 一次就发一千美金 这种好事可不常见 一定是有什么大行动吧 你今天来 就没有什么别的任务吗 没有 没有就好 但是我提前跟你说啊 现在公安查得紧 你让我背什么东西 一定要提前说 要给我多留点运作的时间 是 小小姐 我看你是要打烊了 是啊 今天没什么生意了 那正好 顺路 我送送你 走 不用了 我住得不远 现在外面乱得很 到处坐在打枪 一个女孩子家 走走走 送送送 真的不用了 多麻烦 夏小姐 还怀疑我盯着您 你这个人啊 疑心病就是重 你既然愿意送 那就送呗 安全第一嘛 安全第一 走吧 走走走 走 走吧 你是 不是 怎么认识杜老板的 婷婷姐她有心脏病 有一次啊 在路上晕倒了 我正好撞见了 给她做了急救 婷婷姐挺感激我的 正好那段时间 我也在找工作 她就拉着我一起做事了 现在上海可是共产党的地盘了 杜小姐做这个 就不害怕 现在上哪儿挣钱 不得担点风险啊 再说了 被保密局做事 不就图个例子吗 你看 这次不就托钱先生的福 挣了五百美金吗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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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到了 婷婷姐不在家 我就一个人 不方便请你进去做了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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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钱先生送我回来 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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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知道 这才可以啊 那有个人 同志 同志 您好 我们好 我是这儿的街道管理员 您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是这儿的猪户 你们是 对啊 是这儿的猪户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呀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呀 很少碰着 好 好 您忙 您忙 好 你看 坏了 坏了 怎么了 我这胃又得大 那你赶紧去医院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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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毛病了 就是刚才来的路上着凉了 夏小姐 能不能行个方便 让我进屋喝一杯热水 我这胃凉啊 这家里就有一个女人 不太合适吧 我就喝一杯热水就走 好吧 您跟我进来吧 这麻烦夏小姐了 您说我这毛病啊 说饭就饭 哎呀 你说我这毛病啊 多少年了 进来吧 你先坐啊 我帮你倒杯水 好好好 水壶没水了 我去烧一壶 你先坐啊 麻烦夏小姐了啊 我去烧一变 你不是胃疼吗 这个 我活动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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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活动 活动 对肠胃好 小小姐 刚才那个管理员 好像不认识你 这住在弄套里的人这么多 他们记不清楚很正常 再说了 我每天早住晚归的 也不常跟他们打照面啊 那你在这儿都住了两年了 他不可能没见过你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是说这个 这个管理员那太不负责任了 太不负责任了 钱先生 我给你的五百美金 可都是真金白银 你这拿了钱就发点不认人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别别别 夏小姐别生气 我就慢慢随口那么一说 这个胃啊 这是老毛病 谢谢啊 好 谢谢小小姐 小小姐 你真的在这儿住了两年 你要还不相信呢 就去医院问婷婷姐 我不用问她 你就告诉我 你隔壁的邻居 姓什么 叫什么 在哪里工作 我不知道 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 这个 不大正常吧 钱工人 你是来审我的吧 我好心好意 让你进来休息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你要觉得我跟公安 穿通来害你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走啊 别别别别 小小姐 你看这 我这个人哪 他就这么一个毛病 什么事 都喜欢刨根问底 小小姐 你这个千万不要介意啊 行了行了 你热水也喝了 我也该休息了 你可以走了 我 其实我今天来呢 是有正事 上面让你筹备一些东西 你怎么不早说呢 现在筹备点东西 有多不容易你知不知道 我之前跟你说了 有什么行动 要提前告诉我 有人吗 谁 我不知道 我去看看 慢点 有人在吗 你不会是梦安吧 我怎么知道 你先把这个收起来 我去看看 你可千万不要乱说话 否则的话 咱们就女与死亡谱 你可想清楚 谁个女与死亡谱 同志 同志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这想来想去 这一带的住户 我都认识 你不是住在这儿了吧 这怎么可能 我都在这儿住了两年了 我叫夏文 杜婷婷是房住 我们在一起合住 之前我去街道办事处 登记过的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杜婷婷呢 心脏病犯了 在住院呢 同志 我敢肯定你不是这儿的住户 你现在把证件拿出来 跟我去派出所核实一下身份 夏小姐 陈大姐 王主任找 你的 你让你过去一下 哪个王主任 就是戴眼镜秃头那个 他叫你现在过去 好 那我现在去 对不起啊 这个陈大姐 是刚从别的区调过来的 不熟悉这儿的情况 我说呢 我说他怎么不认识我呢 把我都给搞糊涂了 是啊 你在这儿住两年了 虽然这早出晚归的 邻居对你不熟 但是我们对你的情况 还是了解的 你来了位客人 我朋友 我们谈点生意 那就不打扰夏小姐呢 抱歉啊 没事儿 没事儿 郭安同志 我是不是坏了你们的事儿 没事儿 你刚才反应很快 同志儿 谢谢你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你们有什么需要 我全力配合啊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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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怎么样 听李文雷的意思 今天钱口人 不光是来拿金飞的 他跟我说 他们还在要谈什么生意呢 应该是姓朱的 找李文雷 让他给他准备什么东西 现在就希望李文雷 能掏出信息的信息 对 请请请不吝点赞 让他猜ア 送给他们一件事儿 我给他请不吝点赞 美美女 要是不是 对 预防 秦先生 这下你可以相信我了吧 咱们可以开始聊正事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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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事 小小姐千万不要介意啊 我今天来呢 是想通知你 搞一批微型雷管 微型雷管 你们要做炸弹吗 应该是做炸弹 这件事情是由助组长亲自操作 至于这个具体情况 我也无从过问 要在什么地方用呢 没说 除了微型雷管 还要准备别的东西吗 说这个水瓶仪已经准备好了 就差微型雷管 最晚什么时候要 下周三之前 这微型雷管可不是普通东西 风险太大了 搞不好会把我也牵扯进去 你转告你们组长 就说我要见他一面 要不然到时候查到咱们这个杂货铺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应付 这个不大可能 我实话跟你说吧 他呀 不大信得过你 为什么我刚才总是那么一神一归来 就是因为 听他说了好些怀疑你的话 他不认识我 也不了解我 会谨慎一些 这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助组长 肯定来头不小 要不然上面不会这么重视他 一次性给了他一千美金的经费 我觉得咱们跟他干肯定没错 要不这样 你帮我牵个下 我请他吃个饭喝顿酒 认识认识 搞不好以后保密局 也能多给我们一些好处 你说是不是 他这人死板得狠 从来不搞这些私底下的这些交集 再说了 他呀 酒精过敏 所以你这个殷勤 献错了 酒精还能过敏啊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要不怎么他滴酒不沾哪 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给他拎了一瓶白酒 他死活不收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只要沾那么一丁丁点白酒 那个浑身上下 全起那个红枕哪 那见个面 请他吃个饭总可以吧 你呀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对了 他酒精过敏这个事 你可别往外说 我是 看咱俩关系不一般 我才告诉你的 我跟谁说去啊 也没有人 对你们助组长感兴趣 怎么没有 想抓他的公安多了去了 怎么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公安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认为 不认为了 如果夏小姐要是公安 那怎么还会跟我讨价还价呢 怎么还会 花得我五百美金呢 那当然 大家都是奔着钱忙活的嘛 你相信我肯定没错 咱们俩好好合作 保证裁员滚滚 这话说得是 这话说得是 至于微型雷管的事呢 你一定要帮我转告你们助组长 就说 这个可不是普通东西 不像弄点毒药 周转周转经费这么简单 他要是不见我 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这样啊 那行 那我试试看 你等我消息 好嘞 好嘞 前顾人 对你们有起义性吗 没有 还好你们及时赶到 我找着了 夏中三市长要出席 在金门饭店的 中苏文艺代表见面会 看样子 他们是要在金门饭店 制造爆炸案 这姓座的真不闲呢 可是现在前顾人 他也不知道这个炸弹装在哪儿 他只知道 这个姓座的 还准备了水瓶仪 炸弹的具体情况 交给市局的同志分析 李本蕾 你能让前顾人 把姓座的约传 我试过了 但是他说姓座的是 不会轻易露面的 如果我想要见他的话 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他才会安排 但是有一点 他说这个姓座的 对酒精过敏 只要一沾酒 就会浑身立马起轰震 这是个好消息啊 到时候咱们挨个儿一试 不就知道了吗 罗长 那咱从谁开始啊 从电视院的情况看 嫌疑梦 是最直接接触前顾人的 他的嫌疑最大 从他开始 明天这样 李文蕾 你继续守在杂合铺 我们明天去腾乐剧团 下周三之前 一定要让这个姓座的 露出他的狐狸眼 是 是 这繁 ağ铺 不是 妈的 认识就是 revelation 你的運气 比如说 when 弓人 哥想知道你有多大把握 这是水瓶仪 假设这是微型炸弹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放进热水瓶底部 精卫是不可能查出来的 我们的人会想办法 把这种热水瓶 交到给市长倒水的服务员手里 当它倒水的时候 水瓶倾斜到一定角度 微型炸弹就会爆炸 距离不会超过一米 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很大 炸弹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 就查微型雷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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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特务师说的 再过也值啊 咱们还是别俩还是进去了 太正式了 正好我不想进去了 我听杨诚说了 你团长就是一母老虎 杨诚呢 这种任务能带他吗 费了半天进去才把他帅 跟吃有关的事 最好躲在远远 要不然拿过来就是一空客 来了 谢团长 怎么又是你啊 空安同志 今天又要调查什么呀 谢团长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公事 我是来给你送个小礼物 巧克力 是的 你 送我巧克力啊 谢团长别误会 是李温蕾 对 她的一个朋友 送她了一盒巧克力 她不舍得吃 一定要留给谢团长 正好我今天路过这里 她就让我给您带过来了 她还挺有心的 记得我喜欢吃巧克力 那个丫头还特意嘱咐我 说巧克力送到 一定让我亲眼看着 谢团长吃下一颗 回去啊 告诉她味道怎么样 谢团长能帮我 完成这个任务吗 行 保证你完成任务 谢谢 依孟 瑞玟 袁大哥 公安同志也在 快来送人 不了 公安同志找你 肯定是有公事要聊 我再不方便 今天公安同志 不是来一调查案子的 他是给我送礼物来的 你快过来坐吧 你来吃的蛋糕 袁大哥 你尝一个 意大利的巧克力 你来尝一个 我平时不吃点食 你吃吧 你尝一个吧 你尝 吃一个 真好吃 酒心巧克力 没想到公安同志 这么有心啊 是我的一个朋友 托我给鞋团长送来的 好 你怎么了 突然觉得很痒 你看看 是不是过敏了 都红了 不吃巧克力 有什么问题吗 袁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这下午还有演出呢 可怎么办呢 别着急 我去给你买抗过敏的药 马上回来 你们先聊 好 谢谢团长 你今天除了这巧克力以外 还吃了别的容易引起过敏的东西吗 不会的 我一般演出之前是不会乱吃东西的 这样子 我现在要作词 来 我宝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什么一直没有下手呢 还有 我们目前对他的怀疑 都是建立在推测假设的技术之上 即使他久经过了 也不能确信他就是特务组长 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市长 我觉得啊 这案子太特殊了 要我说 抓起来 先闪了 这不行 你把他抓回来没有证据 最后还是放人 我们现在只有看李文雷了 我们冒险逆用了杂货铺 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样 朱组长同意见我了吗 没给我回信 那我估计就是不同意见呗 不同意 那你让他找别人去问 反正不见面 我是不会帮他准备那会 别呀 你怎么是死脑筋啊 你非见他干吗 你该办办你的 你把这事办成了 朱组长亏待不了你 是 办成了当然好 那要是没办成呢 我怎么脱身 我上哪去啊 这些朱组长考虑过没有 这要真出了什么事 我只能做一代名 朱组长不是那种人 我说钱先生 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 喊得那么亲热 只要我真出了什么伤 别说是我 就连你 都可能被他们一脚踢开 大难临头 各自飞啊 那 那这样吧 那中午他要出去吃饭 我当面问问他 那你下午别走 我有什么消息 我回来告诉你 好不好 行 那我跟您一起去 你跟我去干什么去 你跟我一块去 姓朱的会说 我不按规矩办事 我就在门口等 他同意了我再进去 不行吗 钱先生 你这么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不累吗 不就是帮我问句话吗 何必弄得这么麻烦 这时间呢 还不如跟弟兄们 喝点小酒 打打牌呢 你说呢 那 那行吧 行吧 行吧 那半个小时以后 在霞飞路路口等着我 这边 前工人说 一会儿要带我去见姓朱的 但是她说 要先请示了以后 才确定能不能带我去 让我先在霞飞路等着 她的话可信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就到这儿了 你别过去了 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自己进去看看 你是要带我去红房子西餐厅吗 怎么了 我以前和朋友来这儿吃过饭 红房子多有名啊 在上海 凡是像我这样 有几个钱的人 都爱在这儿吃饭 你们组长到了吗 你们组长到了吗 还得有一会儿 你这样 你在这儿待着 哪儿都别去 我先进去等着 行 哪儿都别去 你这样 哎 你这样 你这么能不认可 不认可 我说 这bew团图 你这样 在那里 我就不认可 你这样 哎呀 我们先看看 好的 这 这 钱太够了吧 够了 够点一碗洋葱汤的 不不不 半碗 先生您的水 菜单看一下 一份老蝗牛 再来一份芥末牛肉 再加一份凉葱汤 好的 先生稍等 他这 本是当食堂了 这也太能吃了 不是他付着几只钱吗 人家刚领完活动经费 五百美金 对啊 两杯水 好 请稍等 听说红房子新生了几道菜 评价还都挺不错的呢 是 文雷 谢团长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跟袁大哥约好了吃午饭 你呢 一个人在这逛街啊 哦 对 我打算做几件新衣服 过来看看 李小姐啊 这么久没见你 我还以为你回北京的呢 等忙完这一阵子 我是打算回北京的 文雷 有段十日不见你 居然换发型了 连着穿衣风格也变了 你是不是 我可能就是在上海待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 潜移默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呢 袁大哥 有句话怎么说得来的 女为玉己者容 老实说 是不是谈恋爱呢 谢团长别开玩笑了 怎么会呢 哦 忘了 你们这种工作 不能随便谈恋爱的 哦 什么工作这么神秘啊 连谈恋爱都不行啊 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工作 文雷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就是 上次咱们三个一起吃惯的那家餐厅 红房的西餐厅 哦 不用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 我随便看看就好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嗯 再见 再见 没想到文雷春这一身还挺好看的 哎呀 我忘了 人家送给我巧克力 我都忘了道谢了 这也太实力了 你是说 那盒酒星巧克力啊 是啊 张组长说是帮朋友送的 就是帮李小姐 李莫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啊 那我问你 李小姐是做什么 什么工作的 其实 我一直有件事没告诉你 文雷也是公安啊 这么说啊 他跟张组长是同事了 难怪他们老怀疑我嘛 一定是从你这儿知道了我很多事 天哪 真不知道 他们会怎么想我 这里面误会大了去了 不可能 我就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你的事 那会这么巧 今天他刚好也在这儿 别多想了 我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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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